L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西班牙人對三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紅方是選擇了西方牙人 那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這個建築工的建造速度特別快速 而且沒研發一個科技手會獲得20黃金 所以他在前期點織布 後點這個三棒棒轉裝甲的流程是比較順創的 不再需要再拉一隻催眠去多挖一個10黃金 做這個策略的 雖然這個打法現在已經很少見了 以前的這個打法是比較常會拉一圈去打三棒棒的 去拉一圈去挖黃金然後打出三棒棒的一個選擇 那西班牙人他現在的特色打法 都是直接打封劍洛馬然後轉戰矛 然後後面城堡時代挖石頭打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是比較主流式的打法 那當然西班牙人上城堡時代之後也可以打騎士豹 這是看封劍時代打的如何的一個過程 那西班牙人後期的組合都是打遊俠幾兵 還有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還有這個修道院的這個僧侶作為一個主軸 然後我覺得西班牙人玩法算是蠻強勢的 不管是單挑跟團戰來說都是一個不錯的文明 都不會太弱 那當然也不會太強 因為他的工兵路線是比較弱的 雖然他有三級射跟三級工兵護甲 但其實他的工兵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在封劍時代的時候通常是出戰毛兵 跟這個刺猴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工兵不能升級的關係 所以通常封劍時代只會升五到六隻 多至七到八隻的工兵 去做一個前期的壓制而已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那對手是選擇了阿茲特克人 那阿茲特克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這個均勻的生產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有這個11%加成 那他的村民攜帶支援量也是多加三 像這些的伐木工 他們都可以伐到13個木頭 一般都是10個木頭就要放到這個 這個叫什麼 伐木場裡面 但是阿茲特克人卻可以裝載到13個木材資源 這讓他前期的資源加成非常的強大 11 12 13 那以經濟效益來說 阿茲特克人可能是前期經濟最好 那後期經濟比較好的話 算是瑪雅 但是如果算上硬加的話 這個消耗減免省下來的資源 是比阿茲跟瑪雅這邊 還要再更省一點的感覺 因為瑪雅是只有持續15% 但是硬加到後期 是已經到了20幾%以上 所以其實玩到後期 硬加這個經濟減免 資源減免的效果 可以讓他到後期 可能會比阿茲或瑪雅更好一點點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阿茲的這個 後期打法 雖然是一個老鷹主軸 然後暴勇士為輔制 那或者是可以打劍兵勇士 但是遇到西班牙的這個狀況 打劍兵勇士是不太理智的 那阿茲特克人有這個龍貫戰爭的關係 所以他的老鷹的近戰攻擊力非常高 所以我會比較推薦打老鷹暴 跟這個戰毛兵 那戰毛的打法用途 是要來針對對方的公兵或是馬攻 那有這個紫毛系的關係 可以讓他的戰毛兵 跟越南的帝王戰毛的傷害是一樣的 那射程也是 所以只有血量上來說 是比對方的戰毛差了一點 但還是很有用的 阿茲特克人他也是有強弩的 但是沒有拇指 所以這一點打強弩是要特別注意一點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兩隻棒棒過來 敲個一波 好直接拉走 好這邊選擇兩個人挖金 那為什麼沒有下法木場 不是下採礦的地呢 是因為沒有木頭 所以這邊是先挖兩塊黃金 那遊肯這邊也是要打棒棒 這麼早這個時間點 還沒封建時代就開始挖金 通常就是要來一個前期三棒棒轉 裝甲的一個流程 那西班牙這邊則是在點封建時代之前 就寫已經按下兩棒棒 作為一個前壓 算是一個非常早期的鴨子 那這一早是為了要抓這個 沒有點織布的村民 因為最早出門的時候 可能連19匹都還不到 到對方家裡的時候 可能對方才17、18匹而已 所以這個織布沒有的話 是有可能可以鑽到一村的 好可惜喔 阿茲這邊是已經點下這個 時代了 還有這個織布技術 所以這裡一村 要殺到是很困難的 好 那阿茲果然是點下了裝甲步兵的升級 西班牙這邊兩棒棒打下去之後 要再怎麼繼續做騷擾呢 這邊再回頭打下先打刺猴 這個關鍵非常好 唉唷這邊很聰明喔 把殘血的村民拉回去伐木 讓血度去扛喔 OK 這個反應相當即死 好 這裡有兩隻村民先扁了一下刺猴殘血 但是棒棒直接爆打村民 好直接一拳帶走這隻刺猴 哇這個相當關鍵喔 好看到這邊裝甲步兵走了過來 西班牙人這邊其實會有點難受 現在這邊有點難打 好那升到了 封建時代的西班牙人 打的一個主軸 可能會是弱馬加上弓兵喔 弓兵可能會先下 因為這邊有這個裝甲步兵 而且這個黃金礦已經有為好的關係喔 所以待會要補村民進去喔 也沒什麼問題喔 那家裡這些棒棒問題 也不是非常大 如果這裡不想要被騷擾的話 這邊再騷擾一下房子也就可以了 然後後面再轉出 好 按一隻裝甲 或是再按一隻長槍兵 兩個長槍兵喔 在一起打 或是按下這個弓箭場的 弓兵也可以 像阿茲的選擇很多喔 那西班牙這邊選擇喔 就是會比較少一點 弓兵也可以先繼續按 但是一樣喔 我們就是不能按太多隻 好 這四隻直接硬橋木牆 看這邊一直有在修理喔 看兩邊的一個封箭打法 都算是細節 打好打滿 好 長槍兵回頭打一下 但是民兵是能尻爆長槍兵的 聲音底血能拉走嗎 哇 用殘血的槍兵拉走兩隻 民兵很賺喔 那這邊看到 民兵的跑速是0.9 長槍兵是1喔 所以他可以利用長槍兵的移動速度 去溜對方的民兵喔 讓對方民兵沒有辦法做事喔 這樣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流程 好 那工兵出來之後 西班牙人這邊應該就可以稍微守住了 那阿茲這邊可能要轉一些毛病喔 或者是按更多的工兵 轉一些老鷹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現在這個情況喔 先出工兵比較重要 因為現在工兵的話 可以打對方的民兵之外 還可以去壓制對方的弓箭手 甚至去騷擾對手 前期 在封建時代喔 最強的單位喔 就是工兵喔 這工兵已經殺傷力失準 那封建時代唯一會吃到黃金的單位喔 就只有老鷹跟工兵而已喔 所以阿茲特克喔 也可以上用自己的老鷹跟工兵喔 做一個混蛋喔 在封建時代算是一個蠻強大的組合 這邊工兵被射... 這個鷹刺口被撕掉了 OK 好 那這邊想要踩高地試試看嗎 當然是直接被秀個一波 工兵直接被射爆 但是這邊很順利也拿到了一殺 兩邊都是1比1的戰績 好 這邊終於拿村民解掉了家裡兩隻的民兵的內亂 好 阿茲這邊現在開始爆灑農田 先把這個農田量給堆跌起來 不然大會生死大會生疏喔 阿茲目前是5人佩金 其他人都在伐木 12人伐木 算是蠻多人的 也不算蠻多阿 算是正常的配置喔 10到12人算是比較好 10人有點極限喔 會讓你的農田灑的比較慢一點 比較推進到12人左右 最近的打法是比較偏向於多人伐木的狀況 也有可能是現在轉兵轉的流程很快喔 所以大家木頭都會配多一點喔 我以前還看到什麼配八木 配八木的打法配置 打一打發現喔 這光灑農田喔 就已經是極限了 不要再想蓋什麼兵工廠 或是馬舟射箭廠之類的東西 這真的是打起來有點痛苦 所以現在大部分的玩家 風箭實在都配12木居多 然後多的聰明就去灑農田 讓自己經濟好一點 能快點上到城堡時代 好那西班牙人出到6隻工兵 可以不用再出囉 欸這邊想要來做高地嗎 先踩上高地做個反殺 阿茲這邊工兵直接被抓走 哇3隻工兵被抓掉了 哇這個西班牙直接上高地反擊 打得很漂亮 好這邊高地再射一下 後面有工兵做一個包抄 第一時間先去射對方的工兵 工兵先對射 這邊下了高地 回頭射了一發殘血了 把殘血的工兵給射掉 後面的毛兵實在在追擊 但是三隻裝甲傷害實在太高 快要把這些毛兵給解決掉了 剩下1滴的工兵能躲掉嗎 OK看起來是躲掉了 好那這邊可能要再補一些工兵喔 有按嗎 有這樣OK 好工兵走過來 看一下這邊直接射倒了一隻中甲步兵 第二隻上來硬尻 但是沒有第一時間去打工兵的關係 所以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 哇但是這邊直接被一刀收掉了毛兵喔 這邊算是西班牙的算大勝吧 這一坨工兵走上了 相當關鍵喔 這控兵打法 還算是控的很精彩 好這邊果然按出了老鷹 老鷹還是可以按個幾隻喔 搭配自己的戰毛兵 那現在這個情況阿茲可以選擇繼續出工兵喔 或者是按點毛兵配老鷹會比較適合 因為如果你現在再繼續按工兵的話 你會遇到毛兵會很困難 但是如果你有配著按老鷹的話 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老鷹抓對方的戰毛兵 這個毛兵喔會很適合 好這邊是選擇下了兩個雙射箭場 那這個雙射箭場打法 算是阿茲比較沒有那麼常見的打法 因為雙射箭場的話通常就是要打工兵開了 然後打奴兵這樣子 但是以南美中文明來說 老鷹暴是比較有特色的打法 而且有威懾力的 那他可能是過濾西班牙這邊可能有挖石頭 那待會如果他打老鷹的話 就會很難克制喔 那如果他是打西班牙的征服者 阿茲特克這邊是打奴兵的情況下 就可以稍微反制一下對方的西班牙的征服者 畢竟現在西班牙的征服者的遠方 已經減少了一點了 再也不是開局就是二防的關係 所以弓兵射起來就會非常痛 所以阿茲現在這個觀念也算是正常 那他只要出少量的老鷹 然後去反制對方的毛兵 基本上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西班牙這邊的對策 是覺得我既然沒有挖石頭 那我就來打騎士了 還在升那個騎士的零鎧甲升級 那待會升完零鎧甲之後 還有這個品種 應該好會再補一個馬舟 因為陳寶斯在打單馬舟的話 暴兵會暴得太慢了 通常會比較需求到兩個馬舟 好 但右邊這邊直接一個大暴圍 圍了非常大的一條線 哇 直接把上面那一排圍成他自己家裡 那阿茲的公兵喔 一直在家裡也沒出門 升到奴兵二級射 六王技術 陳寸技術先點下 那西班牙這邊待會要 考慮要不要點下的戰毛兵喔 去做個防守 那現在由於木仇不夠多的關係 馬舟也下不了了 那騎士可能會擔著暗 還是這邊要等一下這個 木材呢 他可能這邊要下了 下馬舟 下這個位置嗎 擋在這個位置 好 下來左邊 OK 那現在是西班牙雙馬舟 對上阿茲特克的公兵 加上勞鷹的壓制 好 勞鷹直接上前 壓制對手的公兵加毛兵的組合 可以藉此保護自己的公兵喔 那這邊阿茲特克還點下了 鷹勇士的升級 稍微能扛線一下下 因為鷹刺猴沒有升級以前喔 雖然攻擊力上升變成7共 但血量沒有那麼多 那升級完之後 遠防再多加1血量再多加5 更能抗點這個箭矢傷害 好 這個馬舟直接取消 裡面開始囤了一些騎士 這邊射掉一片農田 斷60木還不錯 好 這邊把左邊農民收村 然後收村之後到右邊繼續罰木 但金礦槍被斷的關係喔 有點慘 因為他出黃金兵的話 要需要一直挖黃金喔 好 騎士繼續出 但這邊這波打得還不錯 上面直接硬包三隻騎士 先打弓兵 毛兵也是完全在輸出弓兵的部分 這邊有點危險 這邊趕快去挖房子 哇喔 不是挖房子 蓋房子 好 那這邊可以用少量的騎士 解掉對方這一坨大軍喔 算是很賺喔 好 這邊三隻騎士 直接反殺了回去 老硬是沒辦法 逃得過騎士的魔掌心的 哎呀 直接被解乾淨 太慘了 OK 那阿茲看到對方抱騎士喔 趕快下修道院 有 修道院補下之後再補一個軍營 這個軍營可能是要來抱老鷹用的 那為什麼遇到騎士還要再去抱老鷹喔 主要是因為 如果你沒有抱這種機動性單位的話 待會殺了我對手的時候這個 威瑟力會不夠 而且沒有這個兵機動單位的話 很難掌握對方的騎士喔 但我覺得 這邊也可以考慮抱一些重裝長槍兵喔 但是就是有點柔啦 我覺得抱重裝長槍兵的話 也不如抱這個老鷹喔 好 這邊直接上了硬砍 兩隻騎士上前 還有少量輕騎兵 好 這邊直接把正面的老鷹給砍掉了 共鷹可能也逃不了喔 選擇放棄 OK 那西班牙這邊應對非常適當 他連輕騎兵的升級都好了 可能是要來去抓阿茲特克這邊的僧侶喔 那這個算是國外他們的頂尖高手 會比較注意的這個細節 遇到阿茲喔 騎士出了差不多之後 就要開始出這個輕騎兵喔 看能不能抓到對方的僧侶喔 這個是蠻關鍵的 好 那西班牙自己開出了第二個城鎮中心 待會阿茲特克人也要開始攀經濟喔 所以也要蓋出第二個城鎮中心喔 要來增加一下村民的產量 避免這個村民數量太少 容易經濟上輸給對手 好 那村民終於按了一時出來 也沒有即時出去去撿生物 那阿茲特克人的團隊加成喔 可以讓生物的黃金產量喔 再多增加33% 所以在單挑或是團戰來說 撿生物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撿到四個等於四生物喔 通常四生物打到黃金 黃金都可以破兩三千的喔 所以這個黃金產量還是蠻可觀的喔 建議還是玩阿茲特克的時候 黃金還是注重一點會比較好 那西班牙這邊還沒有開始挖石頭嗎 看一下有沒有在挖 好像有 好 有在挖 五個人在挖 他在哪裡挖 他奇怪了 在這裡挖 好 這邊看一下騎士往右邊走 看一下有沒有挖黃金結果沒有 剛好這邊阿茲特克也是要把城鎮中心 卡在右邊的礦區 好 但是現在的兵量有點危險 青旗兵直接上前想要硬抓掉 生旅 生旅沒有神聖思想的關係 所以直接被硬抓掉啦 兩刀青旗兵的傷害就會砍掉生旅 那阿茲的生旅照理來說 血量是會很多的 他這邊有點貪啦 按到三隻生旅卻沒有點下神聖思想喔 可能是忘記點 好 那點完神聖思想之後 生旅血量會到達50滴血 那每點一個生旅科技呢 生旅都會多加5滴血 通常生旅會點的科技喔 前期是點這個神聖思想跟宗教旺樂 分別是增加血量喔 跟這個生旅的跑動 移動速度 那通常點這兩個 血量來到55滴血喔 其實就蠻夠用的喔 可以扛到3到4道 算是阿茲生旅很強大的一個原因喔 好 這邊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這隻騎士招降之後 到對方家裡看一下 看一下這裡有什麼動靜喔 那裡面看起來是一片荒物也沒有城堡 城堡目前有點難挖起來 那待會這邊爆挖石頭 可以考慮在這邊下一個城堡 看我可以射爆阿茲特克人這邊的城鎮中心喔 好 這邊清騎兵先到後方 抓掉了阿茲特克的僧侶 這邊依舊沒有神聖思想 上方的老鷹直接跟對方西班牙的騎士故障 但是有很大一坨老鷹喔 沒有在第一時間加入戰線喔 反而是跑去追了對方的清騎兵 這邊有點虧阿 工兵也直接跑到了騎士的懷裡 正中對方的下懷 這裡感覺阿茲會打得有點極限 哇 這裡兩邊戰力有點平均喔 那還好阿茲特克人這裡有補下一攻喔 所以讓老鷹變成八攻的傷害 所以數量一度的情況下喔 是有機會可以打贏對方騎士的 好 那這邊看起來騎士最後還是 極限守住的這一波交換 哇靠 阿茲這邊打得很極限喔 如果第一時間沒有把這個老鷹去追清騎兵的話 可能就有機會打贏了 好 那這邊他是先點下二防 而不是二攻喔 這有點可惜喔 頂尖高手白盒跟黑狼 他們玩老鷹的時候 遇到對方騎士吧 一定會先點攻擊力的喔 那先點防護力也算是一個 比較直觀的練法 如果你們大家一開始記不起來 什麼時候要先點攻擊力 什麼時候要先點防護力的話 那唯一我會比較建議喔 近戰單位 全部優先點防護力會比較好一點喔 避免會讓你有這個誤區在 認知誤區 這邊補下護衛技術跟練夾 可以增加一下老鷹的移動速度 不然這個真的跑太慢 果然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左邊清騎兵再次想要到後方 想要抱一下後方的勝率 但後方一直勝率都沒有 而且騎士這邊直接正面追了過來 護衛技術還有五秒 好 這裡可能要先撤退 那為什麼南美洲文明一定要出老鷹的原因喔 是因為老鷹這個單位可以抗招響 一般騎士的話是沒有抗招響的能力 所以很害怕對方勝率 但阿茲特克 還有瑪雅印加就沒有這個問題 OK 先拉幾隻老鷹到了後方 想要打勝率 勝率也是被打一下就爆掉了 應該是兩下 OK 這邊騎士想要上高地硬打 但是阿茲這邊的步兵數量實在是太多了 西班牙這邊的騎士部隊直接被打趴了 這一波交換是西班牙大虧 這邊看到自己的騎士部隊全滅 城堡也蓋好 開始轉出了自己的西班牙征服者 那由西班牙征服者的話 對方老鷹就很好克制喔 因為跑動移動速度也比老鷹快 而且射擊傷害也是對硬加有這個 不是硬加 對步兵單位有這個傷害加成 所以火槍兵 打步兵就沒錯了 非常好用 阿茲這邊是決定要轉出了長槍兵的升級 按下重裝長槍兵之後 補下了六個 七個軍營 開始產出了自己的重裝長槍兵 那這邊 阿茲特克人要打西班牙人的話 這個征服者 最好是出升旅或是戰毛兵 去打會比較好 阿拉打強奴獻也是可以 但射速沒有母子團的關係 還是會比較建議打 戰毛兵配升旅這個打法 會比較省資源 正所謂有錢有有錢的打法 沒錢有沒錢的打法 世紀帝國也是同樣道理的 好這邊直接硬砍房子 沒有人來去蓋房子阻止對手 這邊腰圍可能來不及了 直接把農田下方的村民 拉到城鎮中心裡面 做個避難 下方再離伐木工怎麼辦呢 好直接踩入農田 還好這時候已經升級好了 這個重裝長槍兵 稍微可以擋一下 對方這個騎士衝進來的問題 重裝長槍兵的話 應該是可以擋得住的 好這邊有點沒空好 送掉幾隻 好阿茲的老鷹直接被火槍射個幾發 有些單位已經開始殘血了 好這邊有打到子彈的話 傷害是非常高 好常常畢竟繼續走過來 這裡的數量有點多 OK下面這邊圍好了 看起來這一波騎士要無攻而返了喔 這裡想要鑽洞 但沒有 可惜啦 好這邊火槍再繼續拉打 這就是西班牙這部很麻煩的地方喔 一直開槍一直射 好下方這邊騎士跟重裝長槍兵互打 但是這邊騎士由於高地的關係 打第一處有外增傷 重裝長槍兵全速倒地 結果剩下兩隻騎士還在 活在阿茲特克的領地裡 那阿茲這邊正面部隊喔 變成遊擊部隊了 老鷹開始往對方家裡飛了起來 那就對了嘛 老鷹就是要往對方的承認中心衝喔 才會有他的價值喔 好這邊西班牙人收聲收得很好 把殘血的村民都有收進去 但是這裡有更多的老鷹飛了過來 可能西班牙征服者不能在這邊繼續鬧了 這邊都是承認中心 這邊拖時間也不是辦法 家裡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可以守下來的話 還是要把犧牲帶回家會好一點點喔 這邊還在打 這邊損失慘重阿 兩邊的村民術突然平衡了起來 89村對上89村 好後方這個騎士居然打到裡面大量的村民 這裡居然挖出了一個洞來 兩隻騎士立了大功 阿茲居然沒有把家裡的騎士問題解決掉 西班牙這邊趁勝追擊 想要把這棟城堡蓋起來 好這邊終於用承認中心加上少量騎士 要解乾淨家裡的老鷹的問題了 好這根城堡蓋起來 對阿茲會有點難受 這塊金礦應該是能挖完 那左邊這裡還好 這個承認中心可能不會被射到吧 好等一下三級射就可能射得到了 好但是阿茲這邊不甘失落 直接補下一棟城堡 西班牙這邊則是蓋下廖望塔想要防守 但是好像用處不大 對方阿茲拉的村民有點多 這邊可能要直接放棄了 有點要硬蓋的感覺 他可能覺得自己後面有西班牙征服者 加上劍塔蓋很快的效果 但其實也是來不及 這邊是雙塔進攻的 好那這樣這根城堡蓋起來就有點賺了 賺到兩根塔之外 這邊大片農田跟承認中心 都應該應該輕鬆拔除 好但是阿茲現在面對的問題也是同樣的問題點 好這邊有更多的鷹刺頭 跑到了西班牙的家裡 農田處再次被騷擾 雖然這邊西班牙人點下地龍時代 但是現在家裡經濟已經一塌糊塗了 右邊城堡如果再被建起來會受傷 好這邊想要看幕區有沒有人 結果沒有 下方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這裡再補一根劍塔 開始要來搞了 搞事了搞事了 好但是西班牙征服者打步兵單位還是很好用 但是犧牲感覺有點 怎麼說呢 慘 數量不夠多嗎 感覺好像 沒有辦法很好應付這邊老鷹到處四處打架的一個問題 這個老鷹一直飛來飛去 對西班牙人經濟來說是很大的一個負擔 農田都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好阿茲在右方開一下城鎮中心 左邊這邊也是 哇這邊也是 哇這邊城鎮中心到處開 那目前看起來阿茲的經濟是比西班牙這邊好一點的 但是阿茲特克這邊是選擇了歐印城堡時代的關係 所以沒有點地龍時代 畢竟現在會多也是屬於正常狀況 但是西班牙這邊要反擊回去的話 待會巨型投石機出來要全力防守 西貞又更不可能離開 這個巨型投石機的身旁 那對於這邊老鷹再繼續打自己家裡的問題 可能就要靠騎士去防守 或是要靠其他方法去擋 好例如蓋更多的城堡之類的 才會可能有效守住阿茲在家裡飛的問題 好那西班牙這根城堡進來這個位置 可能是想要先來拆除上方這邊兩棟城堡 好這邊老鷹再度抓掉幾隻村民 村民樹一直沒辦法到87村 喔終於回歸87村了 還可以再度 好一到地獄之旦的西班牙人 直接按下兩台巨型投石機 直接要開除這些違建了 好那這邊巨型投石機 現在是裡面的阿茲特克的城鎮中心 那西班牙人這邊的目標 就是要趁阿茲上地獄之小 先行處理掉他的村民 好讓他精力再更長一點 喔這邊損失有點慘重喔 這個美洲豹在助攻阿 好 這根城堡開始再修起來 那目前阿茲的黃金礦是不太夠的關係 老鷹按得會有點困難 但西班牙正覆者這邊騷擾能力已經非常突出了 已經這邊圖了大概10寸的村民有了 村民樹現在阿茲特克快要被西班牙人反抄回去 兩邊經濟都很慘喔 但西班牙這邊已經把西陣的房屋點滿了 七屬滴血遠防我 近防也是我 這邊找到一些村民 好這個城鎮中心應該是爆了 爆了沒錯 右邊這個也爆掉了 現在在努力拆上方這兩棟城堡 下方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但感覺好像有點不太妙喔 阿茲感覺後期的打法會有點吃力了 因為現在西陣為主導權的關係喔 所以他沒有辦法很有效的使用自己的戰毛兵 或者是老鷹去做反制 只有戰毛兵可以 但戰毛兵有機動性不足的問題 只能定點防守會比較好一點 好這邊老鷹還是做到一點事情 但西陣人這邊點下霸權 點下霸權之後呢 村民就會變成兩倍的血量 而且攻擊力會高達八弓喔 九弓才對不好意思 然後近戰攻擊力是九弓 近防三遠防四的一個能力值 坦度來說是變得很坦 稍微有點戰鬥能力喔 好那上方這兩棟城堡中拆除完畢了 右方的西陣復者持續在騷擾阿茲特克 的經濟的地方 重要經濟處一直被打 哇到處都有犧牲好難受 好但這邊中午用西班牙征服者 加上少量戰毛兵 終於解掉了家裡的內亂了 但右邊這邊一直解不掉 而且軍系同時機也過來了 把這個城堡中心拆掉之後 阿茲特克還能打嗎 上方這邊想要塔攻塔進去 但是沒有獲得很好的成果 這邊反而是讓西班牙人用村民直接爆打六王塔 然後再拿拳套繼續扁老鷹 你看這個老鷹被村民打得很痛 九宮的村民 差異攻就等於是騎士的傷害了 好那阿茲現在也是九宮 九宮打九宮 我的村民就是你老鷹的傷害 這就是西班牙人霸權的威力 開屏開別 全部變成戰鬥單位超好笑 好西班牙征服者這邊來解一下 最後一波劍塔裡面的村民 但是這邊阿茲直接達出了結局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應該是由阿茲特克這邊拿下一點勝利了 因為阿茲特克的前期經濟是很好的 一直累加上去其實經濟是不差的 那西班牙這邊能引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先升到地龍十大 然後後面再繼續出自己的西班牙征服者 給阿茲特克這邊更大的壓力 直接擊垮阿茲特克這邊農鐵 只要他農鐵沒有繼續量產起來 戰毛兵就很難按吧 戰毛兵很難按的話 數量一不多的話 還是很難打贏西班牙征服者 所以我覺得西班牙人這邊 打的戰術算是蠻明確的 這個雙爆確實有打出一點效果來 讓阿茲特克的農鐵 沒有辦法正常的營運 所以導致阿茲特克人的後期經濟有點一蹶不振 農鐵沒辦法繼續好好的撒 這邊也是被弄爆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